对班 人家跑夜班5点就出来了 我跑夜班每天8点出来9点出来 跑到几点啊 跑到4-5点了 跑到早上4-5点啊 好天亮 哎我的妈呀 以前西山我根本不去 以前出路的事情 你一人去西山看谁拉 没有人拉 现在法治社会社会好了 路也好了 是啊 现在一说去西山抢得去 没啥了路好 路也好走了 没红绿灯你知道吗 路程也远一些 大姐你跑出租车是出租车多长时间了 两三年 是全职还是兼职呢 全职啊 当然全职是全职 就是以前做两三年 你干点啥吧 生意不好好做 这么一晚上跑到明天凌晨4-5点 接班能跑多少钱 能挣200块钱了 跑300多 300-400 那是辛苦呀 晚上跑个辛苦 我真的受不了不睡觉了 晚上到1点左右 我会到充电站5点间休息一会儿 你想想吧 我孙女都上三年级了 哎呀孙女都上三年级了 你今年有50多了 哦 这么大年级跑出来跑车还跑夜班 你家人不反对吗 这么大岁数了 你谁反正依赖干啥 那你说退休了是吧 想轻浮在家待着 或者看孩子啊什么的 还用出来这样是吧 幸福生前 人人都说在家里边待着是想轻浮的 你待一待是人一做就废了 不干活就很难受的 那你在家歇着就完了 歇三天就觉得有病了一样 是是是 你属于个人还是公司 我开的是公司的事 跑得多挣得多 打个比方说 一个月搜你六千八千 剩下爬都是你的 反正一个月搜你一个固定的 固定的租金 原先就是收那么多啊 一个月就是七千多 现在疫情这两年就是大数据搜的 比方说现在没有疫情 生意还可以他就会收得高 对 收到四五千 如果说 人家有疫情啊 哪都动不了 嗯 那跟哪儿挣钱来啊 对对对 除了说一天都跑得连租金都不够 谁给他跑的呀 是是是 他就会适当的 比方说 如果租金一天一百五 你才能跑到一百五 完了他这个租金就不收就会免 或者一百五以下 那就会免租金 嗯 根据这个数据的高地来守 那你现在一个月下来的话 能够挣多少 我觉得我一个月 顶多就是挣五千块钱 因为像我们女人是比较多 家里边你用的收入家 又得照顾照顾孩子 完了看就出来呢 那你一个月挣五千 满意吧 只要挣钱我就满意 只要挣钱就满意 对啊 你还有退休金嘛 是吧 没有退休金 你没有退休金 没有 所以说就挣钱 我还有退休金 在家里边养好了 大姐你几个孩子 一个 那他每个月给你钱花吗 我得给他们花钱 你得给他们花钱 管不得你出来挣钱 是不是就是 我就是这个钱我也得给他们花钱 我也愿意 因为 你知道你在家看孩子做饭 洗衣服收家 你还没有出来挣钱 那你们都没有退休金 你还给他们花钱 你自己不存到钱当养老 我们买在养老下 你就是太原人 算是吧 算是吧 什么叫算是 这两个字很有含义啊 老家是河北的 来太原三十多年了 三十年在太原怎么样 感觉就是 过得怎么样 买房了吗 都买了 房子肯定买了 房子肯定住啊 大家那你开车技术是怎么学的 自己就会了 自己就会了 没报 因为从小家里面就有车 那会儿 以前我们会开车的时候 根本就不查家里症 就没有人问过这个家里症那个事 觉得很简单 因为家里面有 平常就摸上一次就有 三四年前 三四年前就有车 那家里条件算是好的了 对 那会儿我们家里面条件还算是好的 在整个村里面算是好的 整个村里面是吧 就把我放在这 就把我旁边 好可以 好嘞